多倫多市議會大會第二天 集中討論社區安全 公車局就申請動用1500萬元儲備金 作為安全用途 胡曉林報道 多倫多公車局行政總裁 今日到市議會爭取來用1500萬元儲備金 應對安全問題 公車局今天懲交的報告指出 僱用警衛、安全大使、駕派額外控制員 以及加強清潔等就需要預算以外大約140萬元的開支 因此要求市府通過動用儲備金 應對突發事情和安全措施 保障公車局職員和乘客安全 多倫多市議會一連三天舉行 面對副市長麥凱以為一再強調 市府財政短缺 要求兩級政府增加撥款 省長杜格福特今天回應 市府不能要求納稅人和其他級別政府不斷撥款 而是要開源自流 省長杜格福特今天也承諾年底前將大多倫多地區的不同公共交通系統票價整合 包括多倫多 細節會盡快公佈 目前乘坐多倫多公車轉換905地區 要支付額外費用 運輸廳表示將會全額資助整合計劃